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儿哥 今天您可是真得饶了 邱儿哥今天用大豆腐做一道菜 好吃家常,接地气 下面咱们就开始操作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卤水大豆腐 要选择稍微偏老一点的 这样大豆腐比较紧实,不容易碎 用家里边的钢尘 把大豆腐给它垮成不规则的形 放到盘里边 看见了吗? 什么形都有 铺面多,豆腐容易入味 而且看起来更加的贴合家庭 多好 做葱烧豆腐,大葱少不了 斜刀切厚片 好 再切点小碎葱花 这种小碎葱花 好 先放到盆里边 为了方便不为做菜的朋友们制作 圈哥先对个碗汁 盆里边放入两勺酱油 蚝油一勺 料酒一勺 鸡精4克提味提鲜 白糖3克提鲜增加回味 精盐放入两克 咱们精盐不要放太多 因为咱们一会儿煎豆的时候 还需要放一点精盐 再放入多半勺清水 大概80克左右 然后把酱汁搅拌均匀 把锅提前烧热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咱们放一点精盐 不要放太多 一点就够用 加入精盐 能避免豆腐糊锅底 然后咱们再放入豆腐 把豆腐尽量铺散 看 看见了吗 豆腐下锅它都不会粘锅 豆腐下锅咱们晃晃晃大勺 这样它豆腐能受热均匀 大豆腐不焯水 用油去煎 能有效的增加香味 去除豆腥味 大豆腐下锅保持中大火 煎至能有一分钟左右 这是大豆腐下边那层 有点硬壳的状态了 咱们给大豆腐 放个面 再煎至另一面 看这小状态多好啊 金黄色 非常的漂亮食欲 咱们大豆腐另一面 按照之前的方法 再继续煎至一分钟 咱这大豆腐呀 不只是拔面 因为咱们是用勺捆的 但是最起码力的 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这时候咱们放上这碎虫花 有很多朋友们做葱烧豆腐 葱香味不是特别的足 就是这个环节你不知道啊 一定要先放点小碎虫花 把这个葱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这样那个葱香味它再煮 这时呢我们能闻到啊 锅里边冒的烟 我们能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葱香味 这时咱们再把这酱汁 放入锅里边 酱汁放锅 我们还是保持中火 把大豆腐烧制一会儿 让大豆腐要充分的入热 料汁下锅 烧制40秒左右 再把大葱片放入锅里边 大葱下锅之后 圈哥又烧制了一分钟 然后咱们用丝淀粉打点芡汁 这丝淀粉的比例是3比1 三倍的水一倍的生粉 这大葱要记住啊 然后咱们少淋一点芡粉 一边淋咱们一边翻 好 芡汁饱满 淋出锅之前 咱们再放点香油 好 这样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就这小菜一点毛也没有 家庭版本的葱烧豆腐 就制制完成了 大家一会儿看一看啊 看这豆腐的质感 颤颤乎乎的 尝尝味道啊 哎呦 非常霸道好吗 豆腐的口感特别的嫩 而且呢 非常入味 再来一会儿 待会儿看一看 来 看这豆 颤颤乎乎的 真颤颤乎乎的 太霸道了 如果大家火上 平时吃在口重的情况下 咱们也可以 往刚才川哥对的料汁里边 哎 加入一勺到两勺的黄豆酱 哎 它的酱香味就出来了 如果平时不爱吃酱香味的 按照川哥这么做 一点毛纹不带油的 非常好吃又下饭 那么好 斯宾到这里啊 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家庭版本的 冲烧豆腐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能给全哥留下一个免费的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